飲料機是從台灣進的 飲料瘋磨機 對啊 我們剛剛都有的啊 杯子也是從台灣寄過來的 杯磨好像也是 既然我外帶的用這個 內用用這個 日本可以買得到的 這個外帶是台灣 這個日本買不到的 內用的就是用這個 日本可以買得到的吸管 因為我們台灣這個吸管 可以戳的嘛 它的口是尖的 對 而且這個有個袋子這樣封起來這樣 這是七龍珠的作者 那個ドランフォール 作者來這邊吃 對對對 啊 キメツノヤイバ 的作者 對 他來我們店裡 欸 作者是男來女的 女的 然後我現在在神奈川 湯河原地 湯河原離樂海很近啊 就在隔壁而已 開車25分鐘 那今天要帶大家介紹 台灣老闆娘跟日本老闆 在湯河原車站旁開的漢堡店 我自己去過了兩次 那現在就帶大家去囉 出湯河原車站 前面會看到 手湯 湯河原也是一個 溫泉勝地 跟熱海一樣 但是熱海的話會比較知名一點 湯河原稍微沒有這麼有名 那出來湯河原車站之後 那出來湯河原車站之後 立刻左轉 大概徒步 五分鐘左右就會到 隔壁 隔壁 這間店熱海也有 他賣 麵包 起司蛋糕 甜點還蠻有名的 今天的 隔壁 沒開應該是公修吧 隔壁 旁邊還有一家賣 鮮貝的店 我吃過還不錯 但是日本的鮮貝 隔壁就是運捏 再走幾步就要到囉 到了 今天要介紹的店 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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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2 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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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堡到了 剛剛跟老闆娘 老闆聊天聊得太盡情了 現在開始要來吃 漢堡了 這個是套餐 是魚的不是肉的 然後還有配薯條跟 柳橙汁 開動 我們先來吃一些漢堡 隔壁 海洋漢堡 是魚排 炸魚排 快要冷掉了 先來吃吧 吃到皮而已 再吃一下這個肉 最近太常吃肉了 我覺得 吃一下魚 應該也不錯 嗯 魚很嫩耶 那我們來吃看薯條 它的薯條不是麥當勞那種 細的 它是稍微有點粗的薯條 好吃耶 這家薯條啊 有留那個 皮 薯條有留馬鈴薯的皮耶 它沒有把皮削掉 超厚 燙燙的耶 好吃 我現在歡迎台灣的老闆娘 我準備了幾個問題想要問她 喔 還幾個基本啊 幾個而已 幾個而已 那老闆娘當初怎麼會來日本 嗯 留學嘛 來這邊考 念高中嗎 還是念大學 大學 大學 所以你大學四年是在這邊念的 沒有 我沒有上大學就結婚了 欸 在東 來這邊留學在東京的時候 還沒有上大學就結婚了 日本語學校兩年畢業以後 那時候沒有想要上大學 啊 有想要大學或是專門學校 學一個一季之長 嗯哼哼 然後就 就沒有沒有上 喔所以是 就上家庭課了 所以兩年是那個 日本語學校兩個人在東京 那是畢業的 那有畢業 啊大學也有考上啊 大師沒有去讀 就沒選 就選擇結婚 嗯就選擇 結婚 好 那漢堡店開多久了這間漢堡店 哇九年多了 九年多 怎麼當初怎麼會選擇開漢堡店 我本來在東京有給我開店 那因為 我們兩個都有年紀了嘛 想要過鄉下的生活 啊回到鄉下來 過來生鄉下沒有工作做 那邊都沒有工作啊 對啊 沒有什麼工作機會啊 那就只有 嗯 開店 開一個自己可以 有一個飯吃的小店這樣 在東京是開什麼店啊 也是餐飲業 也是餐飲業 怎麼會選擇開漢堡店 這麼多 漢堡店是 因為我的姐姐他們以前 我的家族 我們台灣不是有美額美呢 那家餐店 原始 我哥哥他在那邊 他有在那裡開店 他有開過店 那我是自己沒有開過 我經常看的回去 開他們在忙 他們現在都沒有做 有看過 但自己沒有做過 那時候我就想 不然在這邊開一個 試試看 自己的 因為我對牛肉很熟 對肉類我很熟 所以 我就自己琢磨一下 肉怎麼做 麵包怎麼處理 我的麵包一定跟別人不一樣 我的麵包很好吃 蠻厚蠻軟的 不會柴柴的 不會柴柴的 不會像那個 那個麥當勞 不好吃硬硬的這樣 不會 我這個一根麵包 比你那個麥當勞三個貴 三個 成本貴 漢堡店的人氣招牌 如果有客人來推薦他們吃什麼 我剛剛點2號 因為我吃蠻多肉的 想要吃魚 5號 5號的話 那是最有名的 5號 嘿 嘿 5號 那男生的話 就6號肉兩片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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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带皮人棒 有的人喜欢带皮 有的人不喜欢带皮 我也是喜欢带皮的 跟摩斯汉堡的薯条有点像 我觉得带皮好 带皮好 他辅助啊 就是说 我上去 人家订完时间 人家订完时间我忘记了 哦 你哪里够快准备 老板娘要去忙的 你好 再见你的小本本留言 刚刚从台湾老板娘手上得到了玉米一根 有第一颗带回去热海 跟三本先生一起分享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